各議官 頂高位在團賜至於香港的一項關鍋占議 八位設立又團賜民向家庭甘蔗 最新各議官司出現15個新冠疫苗比較正確 餐飲料競技來用的進市 也能出現等到八位夠好 加在康大台下2400萬人後都是因市 各議市政府宣佈 將自八位集合器開口餐飲料以及餐飲料 但是競技一邊行一邊吃一邊吃一邊吃 競技市政府宣佈對八位設立開始 會向開口餐飲料 但是需要遵守到餐飲料的工業管理促進 包括是連坐 牛體溫 常常洗手 提出民眾除了吃東西的時間之外 整頂都需要將餐飲料好 不過共同的共同需要保持到一項酒吧 以上的記憶 動力保守 用兵風來計理和這時使用到計法 競技民眾要採取到每回製 這些使用到計法 競技哪怕哪吃和試吃 請入者一定要依照到中用的規定和基因 試出來做好餐飲料 為選舉相關單位也會加強欺負 另外包括公圈涼亭 立東遊戚場 和提建設施 8月70開始 也會東部開放公制 採取代表制每回製 接下來最多50人 包括最多100人 在中國中所和中國技術 都盡資修用分造的角色 剛議齊立美術館 澎湖館 也將會對十何制度開放 依照到四段分流 接著上限人數100人 無法給人的真數上限40人 以上都是採取到以右優生的制度 道士官同樣採取到四段分流 中流上限50人 只提供到主席形成的候補 無法給一流的英港鐵 和一流一般關南市都維持不開放 當時將會依照到疫情狀況 隨時來做檢討條件 西新新聞 杜丁宋王先生 各議齊 蔡湖伯德 嗨 大家好 我是嘉義市長 王敏慧 大家好 我是嘉義市同文國小校長 林秀江 每一年的暑假 孩子們最期待的暑期活動 就是科學168教育國難會 想到去年度 我們把場地擴大到 港平風雨球場 港平國小 我們的主題是 家鄉最科學 有科普教室 創客教室 主題特展 定向樂演 還有無人機 飛空表演等活動 內容非常的豐富 吸引了超過10萬人次的參與 這都是令人難忘的回憶 沒錯 除了嘉義市的孩子 活動中 更有來自台灣各地的學生 到嘉義市共襄盛舉 是啊 科學168是嘉義市的教育品牌 哇 深深的引以為傲 但是因為新冠肺炎疫情影響 今年度的科學168必須要取消實體活動的辦理 不過 孩子們 您的聲音我聽到了 為了讓我們的孩子能夠在雪假期間 還可以參與科學168的活動 今年度我們就轉型推出了 科學寶盒的計劃 我們為每個嘉義市的小朋友準備的科學寶盒 裡面除了完成科學實驗需要的材料以外 還有一本實驗手冊 孩子們可以在家中自己完成一個個有趣的小實驗 我們相信今年的暑假 對嘉義市的孩子們來說 一定是最特別的一個暑假 科學不僅是機勢 更是一個生活的態度 透過科學寶格 我相信孩子們能在做中學學中做 手腦並用學習不落後 雙手萬兒科學鑽手 雙手萬兒科學鑽手 雙手萬兒科學鑽手